哈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娃 很久很久没有跟视频了,真特别特别抱歉 今天其实要跟的视频也是我脱根已久已久的一个上班Vlog 因为在上学期的时候我去了一家儿童媒体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室 去做了这个市场部的实习 所以呢也没什么这个视频我估摸着也不会有很多人看 也就是给自己当做一个纪念 那如果说你感兴趣的话呢我们就接着往下看吧 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录一个跟我以前去上班 因为我车来了 那这一期的事情呢 其实是在我大四上学期很意外得到的一份时期 是在波士顿一家做儿童媒体的工作室进行宣传marketing的工作 基本上每天办的事情就是写推送 然后去做一些social media research 之所以很喜欢这家公司是因为它真的完全打破了一般公司在我心目中的形象 这是一家没有任何这个小格间的公司 这也是我一直以来梦想中的公司的样子 而且在公司里面有很多很多玩偶和手办都代表着公司的每一个人对于这个孩童的梦的一个记忆 以及一份尊重 美好的梦 我也希望可以在以后的生活中和大家一起去完成 以及丰满而成为这一份现场 这份工作说不上是我的第一份实习 但它对我来说确实是充满着意义的一份工作 因为这是我在美国BASE 博士顿BASE 的第一份工作 也是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去找到的这样的一份自己很喜欢很喜欢的行业里的一份工作 我现在是刚刚从办公室里处了 然后最后一天实习结束了 我现在又有个功能 我希望加以后的日子可以继续在爱情媒体的这一份天地中凹雄 也给大家去创作或者去科普更多和爱情媒体相关的内容 yeah 給大家看